好接下來我問一下這個亮哥 因為伊朗總統這個寶座已經換人座了 他擊敗了改革派的擊敗了保守派 當然外界所關注的就是呢 其實呢他比較主張的是平衡外交 反對向東方一面倒 因此呢外界解讀是有助於緩解 跟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 你怎麼樣看接下來會有所改變嗎 他會跟美國和解嗎 以色列又會同意嗎 這個也不是他能決定的啦 就也要看 因為伊朗和諧議是被川普撕毀的 那如果美國是川普當選 我認為難度很高啦 而且他的所謂恢復和諧議是恢復到 當年撕毀的那個程度 還是後來進展之後的程度 比如說本來你大概那個 和諧度大概只能夠到百分之 大概到好像我的印象中好像是6.67吧 對 那他現在已經都快要到 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超過25了 到六成啦 那請問你是要回到原來那一點嗎 就是不到10%啦 那事實上可是你的現狀就已經超過25了 甚至到60啊 和諒說啦 那你願意回去嗎 你回去搞不好連伊朗人都反對 所以我們已經做到這裡啦 而且是在被西方抵制制裁的情況下 我自己做到了 所以等於是當年那個和諧議已經沒有所謂的恢復了啦 這要重談啦 那重談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而且我認為 伊朗真正的老大應該是宗教領袖啦 不是政治領袖啦 所以他事實上是不是能夠決定這麼 這麼敏感的國家安全的議題啊 這個我打個問號 我認為他搞不好只能夠決定經濟政策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種新聞 根本都是從西方出來的啦 對 伊朗根本沒有人在討論這議題啊 就西方人自己在瞎掰的啦 就是說一個總統就可以決定安全的議題喔 可以決定和協議要不要回去喔 這個想的太簡單了啦 因為他已經有進展了 而且我們再講別的啦 比如說他現在也跟俄羅斯發展無人機合作的關係 那西方一定要求你要停止啊 那這個他怎麼停止 這也是新的發展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的國防 已經有一些創新的項目出現的 那都是在被制裁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 那難道連這個都不要嗎 這個美國肯定不滿意的啦 一定要求你不能夠再跟俄羅斯聯盟啊幹嘛啊 講一堆啦 所以我坦白講我是完全不樂觀啦 能夠把經濟改善就不錯了 好蒙古國的議會舉行了選舉 結果新的主席也誕生了 我想問一下這個大謙歌有關於這個部分喔 當然這個大陸網媒報導說 蒙古是一個中俄的共同鄰國也是戰略緩衝地喔 因此他們很擔心如果蒙古倒向西方的話 那就如同是在中俄的腹地上頭插一把尖刀 所以近來呢 普丁已經開始行動了 他有參加上和峰會 而且有跟蒙古總統見面 對於俄盟關係給出了高度的評價 另外7月4號中俄盟在哈薩克也舉行了三次外交部長的磋商 當然啦 對於俄羅斯也好 對於中國大陸也好 他們對於周遭的這些鄰國會不會被美國拉攏 成為美國的尖刀這樣的疑慮是存在的 因為美國一直沒有減少這樣的動作 就是美國長久以來就專門幹這件事的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一開始在講的 就這些國家並沒有想要去侵略誰 但是美國卻想盡各種辦法 在他認為對他有威脅的這些大國周遭 要擺上他的旗子 布上他的尖刀 然後來打壓這些國家的發展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跟對於俄羅斯來講 他們當然會對於外蒙的 蒙古國的任何政局的變動 他們會高度關注 而且美國非常擅長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選舉 這美國常幹的事 就事實上如果大家仔細回去看一下 就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選舉 通常都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在對決 就是親美政權跟反美政權在對決 你什麼時候聽過哪個國家是親中政權 跟反中政權對決 或者是親俄跟反俄對決 沒有的 大部分都是親美跟反美 為什麼 就是因為美國永遠都是把手伸到 人家的國家裡頭去的 所以當然他們對於蒙古國的這些變動的疑慮 是有其道理 但是不過蒙古國真的想要靠到美國去 那也不太容易 因為那是個地緣政治的問題 他就被夾在中間了 就蒙古國再怎麼蠢 他也不會蠢到這個擺明居馬的說 我就是站在美國那一邊 我跟你們兩邊對著幹 那蒙古國自己就不要活了 所以對蒙古國來講 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 你說他完全倒向美國 我認為不太可能 那你說對於地區的經濟的發展 他也不可能倒向美國 他還要仰仗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他還要仰仗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市場 這些東西都是關於 這個關乎於蒙古國 接下來他的經濟發展 跟他們的這個生活水平的提升 所以基於這種種種的考量 我認為對蒙古國的選舉 要特別注意是有道理的 但是也不必太過擔心 因為蒙古國要真正能夠做出 這樣明確表態的可能性 這個微乎其微 好 接下來最後的時間 我要請張將軍幫我們談一下 中國經濟的部分 這個是比亞迪跟土耳其政府 達成一項協議計畫 要在土耳其來設廠了 因此外界解讀是軟化加徵 大陸電動車關稅的立場 還有一個問題是 上海的無人駕駛計程車 即將要上路了 同時深圳也宣布要啟動 空中計程車的服務 好 當然現在是用這個直升機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用無人機來做經營 將來也有可能 但是它無人機 它現在是先用這個直升機 它這個直升機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AW的 AWE39 對 這個139的 它一次只能載10個人 對 那10個人的話 我們先來看 它這個整個包機的話 它3個小時變成25分鐘 那當然時間就是金錢 而且它不會有塞車的困擾 空中 你地面上塞車 對它來講沒有影響 那你一趟10個人 一個人只有 我們講的3000多塊人民幣 那很快啊 本來在那個地面塞車的狀況之下 我現在25分鐘就到了目的地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以後變成 無人機的話 變成無人機的話 是不是連駕駛員的錢都省了 你平常說 這個直升機上面是有兩個駕駛 一個正駕駛 一個副駕駛 你如果是無人機就不用了 人就省掉了 那安全性呢 那安全性的話 那無人機的話將來它都會改善 因為只要電腦上監控 飛機有一點問題的話 它就會落地 它是這樣了 那這飛機是良好的狀況之下 那它就可以載了 就可以載人了 那更方便了 因為我們知道直升機 它不要跑道 只要有個平台 它的空間是夠大夠寬的話 也不要大概一個 你一個籃球場就夠了 它無人機就可以 很安然的就可以起降 然後它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那但是它有規劃空中走廊 你不能亂飛 因為有高壓電塔 你高壓電塔會有大樓 它有規定的那些什麼 空中是有航路的 我們看空中沒有畫線 但是它有航路規定 然後一圈都給你規劃完畢 那那個包含高樓大廈 還包括因為高樓大廈 所產生的擾流 它都幫你避掉 你這個時候高度要多少 不會有擾流 然後到哪個地方 然後降落 將來都可以設定 用人工智慧AI都設定進去 那個這個就是無人的 那現在已經有無人車了 那現在是用的是直升機 那將來可能會有無人機 變成這個狀況 那將來越來越進步了 那這個是個趨勢 而且將來規範會越來越嚴 因為會不會有空難的 這種機會發生會有空難 萬一我們也規劃好的話 經過染流或碰撞到高樓大廈 有沒有這種可能 因為風能把你吹到那邊去了 你那個預量不夠 會不會這種狀況 會 那它就不斷地修正 那是不是要更大的預量 更大的高度 更寬的寬度 讓這個無人機能夠 能夠更安全性的把這個 目的地送到 從甲利送到椅地 我認為先不會送載人 先載貨物 你貨物來來去去 你在地面上的話有交通阻隔 你在空中的話 你把它設定完畢之後 直接從A點送到B點去 再從B點把東西送到A點回來 你先從無人貨物來看 就類似宅配或者宅急便 這個樣子來送 等到這個成熟了 再來載人 因為貨物的風險性是比較低的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按個身體 五島 兒姬 我們會不會有 餅